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莫颖 现在我开车的一百多公里到的全州市全港区这边 我们要吃烧鹅 为什么开车这么远来吃烧鹅呢 有什么魅力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走 这个有多重啊 里面已经盐制好了 豆乳 酱油 蚝油 另外一个配料 这一步是超会辣的 对 这个是上色 那个糖加码 那还拿着那个红薯 额头跟额爪是皮太少可以把它弹掉 现在有个混干 这两个混干它们对我才出 等下混多久 跟差不多半个小时 这个我大概在家见的 就是光天都两天都快 差不多一天都快 这融点蜜蜜蜜 蜜蜜蜜我只会靠蜜蜜 蜜蜜它没有那么多精英 这个也要一顿上面看 现在在等差不多在第一步的时候 你不看的话 火烧上去了 整次的皮全部都会烧掉 就这样拿辣机煮到手里好了 不能要点过 咱们要换锅过来 点过的话它会干掉 你个领子毕竟叫我叫他 他说我从来不气这么回头 别的地方煮他从来不敢吃 吃的不住 吃的不住在不备 最后在吃的不住 全部都好 好 很久而已 那個不是社中的廣東包額 你其實改良過的啊? 不是,我是跟一些老似乎鞋的 他們村裡面很老的很老的似乎 我剛才覺得廣東包額還可以的 老似乎人,永遠不忘記 因為... 這個皮它烤得很平然薄 而且吃起來很酸脆 耳肉它肉質比較粗嘛 做不好就容易採掉嘛 這個吃起來還真是很鮮嫩 我覺得明朗很多人喜歡吃耳肉 耳肉還是真的比鴨肉還不錯 因為它耳肉它本身是低脂肪的 蛋白質還比較高 很Q 這個是乾滷出來 最近它可能換比較久 它那個胃皮八角味道很重 像我們吃的豬腳那 沒有比方的話 全豬腳絕對吃不下去 很膩 這個我還好 我來吃一下這個虎果粉 全港虎果是一直都是聽到的 去年的話 玩友就叫我來 全港虎果全港貨等到今年才來 做得很好看 這個是地瓜粉 吃起來就是很有嫩精感 地瓜粉跟那個米粉吃起來 確實不一樣多 它更Q 這條條條很好吃 這條條條真的是 感覺是那種吃 小時候能忘得QQQQ的那種感覺 如果這口第一次吃 確實是所有的地方都不一樣 可能有米漿啊 中美吃出這種味道 豬大骨頭跟小腸 還有豆腐塊 蘿蔔豬頭肉 湯是鮮甜 台灣的燒鵝吃完了 這次我幾斤為止吃過最大隻的鵝 那一隻還沒殺之前有十幾斤 烤完後還有六斤多 哇那太大個了 老闆是80或廣東回家創業的 他這燒鵝不是廣東正宗的做法 但是我覺得值得推薦的 吃起來那個皮很鬆脆 肉是很鮮嫩 但是這家店要吃的話 必須提前預定 因為做得很麻煩很費食的 單單烤的話至少也烤80分鐘 大家喜歡的話片尾有地址 那我們這期視頻到這吧 喜歡我的視頻請幫我點贊與關注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